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,土库中山路一处民宅今天中午窜出火蛇,四间余办是寄屋领老房子办,所幸无人伤亡,土库镇长陈庆柱特别到场关心,详细起火原因上代消防局火调小组调查厘清。 今天进入11点43分许,土库镇中山路传出大火,因附近都是老房子,加上有请聚店及堆放家居的仓库,都是木造老屋,伙食一起不可收拾。 经民众报警,土库分住所,云林县消防局土库分队出动四辆消防车抢救,加上数十名远警及警销,一销,迅速控制火场,四间余办是寄屋领老房子办,经警方及消防单位火调小组初步勘查。 其火点仪式土库镇中山路23号民宅,正在施作搭建铁皮工程,一电焊时不慎火星掉落隔壁老屋,造成这场大火,幸无人员伤亡及受困。 土库镇长陈庆柱,土库镇代会主席王锦文都到场关心,已宣布参选土库镇代的参选人洪小龙,刚好在附近跑滩, 一看到火灾发生随即加入抢救,及时逃出屋外的王姓妇人惊魂否定地说,火灾发生时正在厨房煮午餐,一看到后方有浓烟就逃出屋外,大喊火灾,看到家当权,忍不住悲从中来。